我是阿堅 阿堅是我 阿堅TV 在这里 哈喽大家好我是阿堅 欢迎回到阿堅TV 今天呢我又收到这个包裹了 所以呢现在呢要来开箱给大家看 这是我在网络上第一次购买 这一种东西 现在呢我先打开这一袋的东西 来现在开箱 还有一个纸箱 一个纸皮呢包着里面的这一个物品 这一盒东西呢 它的纸皮呢已经试了 为什么试呢 表示说它里面是有水的哦 真的是有一点小期待 哇 ok 第一个要拿出来给大家看的 就是这一个 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是鱼网 这里面的是什么东西呢 这里面呢 你看是会滴水的哦 水芙蓉 买了一些水芙蓉回来 然后呢就要放在我的这一个 小小的鱼池或者是小小的这一个 碗帘的这一个盆里面 里面呢一共呢就有两包 三包 四包 五包 所以呢 一个瓶子里面呢就有五包 我总共呢就买了十包的这一个 水芙蓉回来 等一下再拍给大家看哦 但是有一些呢好像有一点烂烂了的 所以我也不知道到底它 是不是活的或者是已经死了 现在我们来开这一个箱子 现在就把它打开来 这里呢有一包这一个水苔 OK它是干的 就是要拿来种这一个 Ochid或者是这一个猪笼草的 我就总共买了两包 里面呢我还买了四包的这一种 和糖泥 我没想到原来它的和糖泥一包是那么小的 就是四包的和糖泥 然后这两个呢是什么东西呢 这两棵呢就是大型的植物 它是 我也忘记它叫什么名了 就先把它打开来 哇 OK就是这一种的植物 先开第一棵 然后呢现在再打开第二棵 然后呢现在再打开第二棵 我总共呢就买了两棵的 这一个植物回来 就是这一个植物了 这个植物叫什么名字呢 我查了就是在网上查了一下资料 Fiddle Leaf Fig Tree 或者学名叫做 Ficus Lirata 中文名呢 称它为 琴叶蓉 OK 它是一种大型的植物 放在阳台呢是最好的位置 所以呢我就把它打算 把这两棵东西呢就放在我的阳台 它的叶子呢是非常大片的 开起来呢其实呢还蛮美的 然后呢还蛮大棵的 OK 我真的是没有想到 就是在这一个shopping呢 竟然可以网购到活生生的植物 它寄过来的时候呢 状况也还蛮好的 然后呢还蛮健康的 OK 我个人呢是相当的满意的 然后我要把它放在哪里呢 我就要把它放在我的这个阳台 就是应该是在后面的那一个角落 接下来就是我要解放 我的这一个水芙蓉 现在我就要把这个水芙蓉呢 放进我的这个水芙蓉的里面 给镜头看一下 它是长这个样子的 这就是水芙蓉 很可爱的一个样子 小小颗的 它有一些包装呢装得不是太好 就是看起来是已经烂烂了的 所以我不确定它到底能不能够活 这一包里面呢真的是 里面呢已经散到完了 所以估计呢这一包已经是不能够活了的 这地方呢有点窄啊 所以我就只能够 搅拌在一个这样小的空间里面做我的东西 现在再放这一包的这一个水芙蓉进去 哇哦 给大家看我的一只很坏蛋的小狗 其实呢我是从两个不同的商家购买这一些植物回来的 对于这个大棵的植物的商家来说呢 我个人是非常满意的 为什么呢 因为下单过后呢 他们会把这个植物的照片呢 就是发过来我的这个手机给我看 OK 就是这一个 给我确认我的植物是这两棵 OK 这两棵植物的状况呢也非常的良好 然后呢叶子呢也非常的健康 所以呢 是非常满意的 OK 至于另外一个商家呢 寄过来的这十包的水芙蓉里面呢 五包呢是健康的 另外五包呢有三包呢是已经 我宣布他已经死亡了 另外两包呢 里面就就只有一颗到两颗的这个水芙蓉的状况是健康的 所以就是这样子啦 我不知道这种生活的影片你们有没有兴趣看 感觉上应该会蛮无聊的 就是蛮无趣的 但是如果你把影片看到这里的话呢 那么我要谢谢你们 因为呢你们花你们的时间呢 来看那么无聊的这个影片 好啦这支影片呢就到这里为止了 如果你还没订阅我的频道的话 记得现在立刻去订阅 然后还要开启那个小铃铛哦 当然也不要忘记分享和分享出去 OK 我是阿堅 阿堅是我 阿堅TV在这里 我们就下一支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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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堅 阿堅 阿堅